7月13日,方立生和谭凯奇出席了在香港望角举行的运动迷城展览开幕时 对于这些玩具模型和魅力无穷的城中建筑,小方也招摸不已 对于近日传出的小方逛不良场所的报道,小方大呼冤枉,并解释当时和朋友确实是不小心进入了一家不良按摩室 但知道其兴致之后就立刻离开了那里 一开始看见这个报道,就是觉得非常的奇怪 因为我从泰国回来都有超过两个月的 那如果真的是,真的我有做过这些不正经的事情的话 为什么他们不在我身在泰国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工夫开去呢 所以这个已经我觉得非常的奇怪 那整件事件其实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我在我住的酒店大堂里面的一间按摩店里面 我走进去跟还有三个朋友 走进去的时候 看见原来里面是不正经的 然后我们就问那这里有没有正经的 他们说没有,然后我就走 前后我想不够五分钟,不够三分钟 那还好我们有一个外人就是在当场里面的第四个的朋友 是一个制片 他们都做了访问 他都说我们进去都是很短很短的时间 就是不是跨岛说的我进去了一个小时啊 还有他们可以想象出来可以找到一个人就说他跟我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奇怪 而且这个按摩店正常人一定会上当的 我可以保证 因为在外面你不知道里面是怎么样 而且他真的在酒店的大堂里面对正就是外面对正大门 所以是一个非常的开阳的地方 所以我真的觉得正常人都会上当 所以我觉得这次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小方表示以后在进入陌生场所之前会更加的小心 另外本周他也会和公司的律师见面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可以更加小心的就是在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 可能要麻烦我的公司的同事可能要帮我去看一看啊 我们这个星期会跟律师会见面 会跟他们商量有没有进一步的行动